大家好 我是洪准 我们在台股直播室10点到10点半 这段时间由我洪准来为大家做服务 那今天的台北股票市场 指数目前下跌77点 那今天的盘非常非常的震荡 一个震荡的幅度 大概都2 30点左右 所以整个指数方面来看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这一档股票里面 就是2330的台积电 今天再创一个新低 所以今天的大部分的跌幅 其实台积电贡献了很多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大盘指数的表现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上涨跟加速 跟下跌加速来比的话 涨停板加速还有三加 那跌停板加速也是三加 所以买卖之间 其实整个气氛上面是非常均衡的 也就是说买卖之间 大家都是在打一场就是心理战 那所以现在大盘指数虽然跌下来 可是你看它的幅度 整个来讲的话 目前都还没有破之前的低点 那为什么会下来呢 因为本来月均线本来就是下弯的 目前扣底值都还在扣底高的位置 那昨天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压力区 还没有那么快解决 所以在这里会走一个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在等月均线的拉回 这叫什么 这叫收链乖离的走势 那这个乖离收链完了之后呢 后面才会有比较大的行情出现 那所以在4月26号的时候 我给大家一封口讯 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那美国股市虽然大幅震荡收高 但是短线上的卖压 已经宣告告一个段落 行情不会走V型反转 震荡打底才是股市最好的反攻格局 台股出现了极度恐慌的卖压 就算它不是绝对的低点 也是相对低的位置 要有耐心等待市场的气氛反转 所以现在市场的气氛反转了吗 其实还没有嘛 因为大部分的人现在心里 想的都还是 怎么办我要放空嘛 而且市场上面现在 被一个族群给影响到了 那个族群叫风力发电 那风力发电族群呢 包括3708的上尾投控 今天再度一根跌停板 那之前在这一段的时间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那整个零选的过程 如果就算真的有好的消息 其实基本上都会走一个 利多出镜的表现嘛 那包括9958的四季刚都是啊 那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不要追了 因为当它跌破月均线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代表说它的走势跟大盘一样 它是等于是大盘弱势股的代表 那我们把整个大盘当作一条 一个中轴来看就好了 如果你的股票呢 表现是优于大盘的 那其实基本上你还可以留 但是呢如果你的股票呢 是弱于大盘的 那麻烦你真的要做太弱流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是说呢 现在大盘的弱势 它是有个族群的 强势也有族群 但是呢弱势的族群 它如果开始出现了 弱敌反弹的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整个台北股票市场呢 就会开始走一个稳定上扬的 走势哦 因为最弱的族群就是那些 那这些弱势的族群 它们用跌停板来做一个显现嘛 那跌停板的情况下 你的资金出不来 那你的资金出不来 那当然就要等嘛 那你等到你的资金可以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再做一个换股的动作嘛 那包括像上尾的部分 四季刚好部分今天再跌停嘛 3708上尾的部分也是一样 今天再跌停 那这些跌停的章数呢 目前都被锁住了 所以市场上的资金呢 目前都被锁在这里面当中嘛 6000多张等着要慢 可是呢当我这些股票不再跌的时候呢 基本上整个台北股票市场的行情 就会准备回来了 那包括之前的板卡族群 我跟大家讲过嘛 6150的汉讯也是一样啊 这个都是整个弱势族群的代表 那现在整个大盘里面最弱势的 就是这两大族群 那当然也是之前最强势的指标 那这些资金在转换 移转的过程之中 如果你没有做好 整个持股的转换的话 你很容易去受伤了 所以操作上面一定要跟上 一个专业的团队 重点是你要有 春跟夏云秋收东长的tempo感 这个叫tempo 这个叫节奏嘛 所以整个节奏方面你要怎么去掌握 那你就要看资金的流向啊 因为只有资金的流向 它才能告诉你 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嘛 那这些个股呢 其实强势的族群就是 会涨的股票呢 基本上就是有钱在买的啦 那好的公司它不一定会涨哦 但是会涨的公司 是不是一定都有资金在做布局 那我们都一直在分析很多的 包括基本面的部分 包括技术面的部分 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资金面 却是很少人才去谈的哦 因为资金面的部分呢 它的整个分析起来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除了非常困难 你必须要有很多的统计的概念 所以呢现在市场上的分析师 是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除了我们风行团队以外 风行操盘式的团队 我们团队呢 又有很多的能力物力呢 去把这一块市场资金流向面呢 把它统整出来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 现在到底流行的是 哪一些的指标个股 那包括之前跟大家讲的 生计的部分是不是 今天终于再创新高 有没有 我是不是讲说它是精神指标 它是精神指标 它有受到大盘影响吗 没有耶 是不是一样在续墙当中 现在已经来到336.5了 我们整个波段的获利 都已经来到80几块钱了 那所以呢大盘跌真的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没有找到 黑暗中的那一颗流星嘛 当你找到黑暗的流星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害怕了 因为你知道说 这一档股票背后有资金在买 那背后有资金在买 未来它就必须要把它拉上去嘛 所以呢操作 它是有一套公式跟方法在进行的 那现在很多人呢 受到大盘的干扰 然后也会有人大力在放空 告诉你说现在是一个金融海啸时期来临 或者是说呢 现在市场金融市场上面 出现非常大震荡 如果说真的市场上面 真的如大家所说的那么糟糕的话 那现在应该正常来讲 是全球股市通通都要崩盘才对吧 但是呢 如果不是这种走势的话 那就代表说其实资金 它是在做一个轮动轮转的 我今天流到了美国股市 我后天流到了欧洲股市 我在大后天的 可能就流回到亚洲市场里面来 然后所以呢 各股之间会做轮动 那市场上的资金也是会做轮动啊 那你可以看到说 只要这些资金是没有撤退的情况下 就代表说市场现在是安全的 只是说它会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不代表说它会走长期的空投嘛 那我们不能只看台湾市场 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去看 包括美国股市你要看 包括欧洲市场你要看 包括亚洲市场你更要去看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市场的表现 昨天呢德国股市呢 其实它是在创高的 昨天德国股市是拉了一根 长虹大涨了180点 190点 所以呢 欧洲市场有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 没有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看一下 法国巴黎的市场 法国巴黎的市场 这个是法国巴黎指数的表现 昨天是在创高的 而且这个创高的走势 我告诉你 它准备要挑战历史新高 是历史新高 所以很多的用金融海啸 来影响到市场的投资情绪 我认为那个是 那个是有点 不够专业的说法 但是呢 你回头再去看 现在市场资金的流向面 你要去掌握到的话 你就知道说 原来这只是资金在移转 轮动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整个说 好像景气面出现很大的问题 并没有 因为我说过 美国联准会他敢升息 就代表说整个景气是好转的 那如果整个景气在好转的 股价有短线的拉回 并不代表说 它会走长期的空头 但是呢 你要抓到资金的流向 你才能够抓到 整个市场的tempo在哪边 那现在为什么大盘会 一直走落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外资他正在做一个 汇出的动作 他正在做一个 持股上的调节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资金面 新台币开始走扁 对不对 当新台币 如果你有来上过课的话 我有跟大家讲过 新台币当他在走扁的时候 指数不会有太大的表现 但是呢 这一波上来 全部都是靠内资 内资主力真的 非常非常的强暗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现在中小型股 走势是特别的强 中小型股的走势 是强于大盘的 所以你只要把资金 parking在中小型类股当中 其实基本上 你的绩效会赢过大盘许多 所以待会我来示范给你看 同样的今天新台币出现了 昨天新台币已经出现一个过高 但是我的指标有没有过高 我的指标是没有过高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贝离嘛 贝离乃为超盘手支最大警讯 所以当新台币出现贝离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说资金它已经流传的速度太过于快速了 那外资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去卖股票呢 或者是说外资还会再把资金汇出去多少 基本上当它已经出现一个背离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代表说 整个新台币的走势来到一个贬值过热的现象了 那扁到过热的时候它未来就会做一个修正 所以呢我认为说整个资金行情面并没有结束 那内资起来了 现在就等外资回来 但是外资回来会买一些什么股票 平概股绝对是重要的主流之一 那你可以看到说包括3008的台积大立光 大立光其实最近的表现是真的非常的强 我已经跟大家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个3000块呢 这个3000块的底真的打得非常漂亮 那最近已经拉回到月均线之上 突破压力之后回撤支撑 回撤支撑之后今天再创新高 所以呢这个大立光的走势就代表了 整个平概股族群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因为股王一定会先动 股王一定会先动 当我这个股王开始在动的时候 就会带动其他相关类股的表现 所以未来呢整个电子类股呢 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方向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我们回来继续再讲 地震了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感恩会员的支持 与信任 一起成就 困历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 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带领会员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的获力 狂胜专案再加码 立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感恩会员的支持 与信任 一起成就 困历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 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带领会员 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的获力 狂胜专案再加码 立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远镜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我现在请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弹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禽流弹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药五步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大家好 我是宏准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 直播室的现场 现在指数目前盘中下跌63点 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是说我刚刚跟大家谈过 现在是一个内支主力的市场 所以你看到说 内支主力他们会去操作的标的 最主要还是中小型类股 所以我们看一下上跪指数的部分 上跪指数目前是红的 而且它是上涨了0.24%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资金它是往这个方向 在做移动的 所以你的操作上面 也必须往这个方向去做选择 你只要能够抓到市场的资金流向 基本上你就能够掌握到行情 整个的方向在哪边 所以我们在做经济日报比赛的时候 其实用的也是这套逻辑跟方法 我们这次拿下了州冠军的台股王 重点是说我们拿下台股王以外 我们还拿下了整个赛季最强的表现 所以当大盘大跌的时候 目前赛季的表现是大盘跌了3.35% 现在跌了更多了 那大盘上一周的表现是跌了2.1% 所以可是我们上一周是赚了1.69% 整体的赛季表现是大赚了14% 那目前为止包括这一周的绩效都还是正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取得这样子的成绩 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知道说 现在资金在买哪一些个股 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我们就是用先找到市场的 最大资金流向的方面 那我刚刚跟大家谈过了 新来币的走势它是什么 它是外资的动向 那中小型类股的走势你要怎么去抓 你要靠的就是量占比 那你当你有了量占比之后呢 你把量占比在做统合计算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市场的股市金流图 那这个股市金流图呢 就会告诉你资金 它最主要是往哪一个方向在做移动 那当然主力或者是大资金大部队 或者是法人他们在买股票 他们不会只买一档 因为产业面的表现 他们是一整块的一起动 一整个板块一起动 比如像说被动原建族群在涨的时候 不会只涨国具一档股票 它会连华星科日电帽什么都一起动 对不对 那同样的当细金源在涨的时候 它也不会只涨一只 但是这中间绝对都有一个领头的标的 那你要把那个领头的标的抓出来 当你抓到这个领头标的的时候 当市场在做震荡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还可以维持一个非常稳健的报酬 比如像说4月12号的时候 当我告诉你说现在资金流向哪边 很简单就只有三个族群 一个就是贵买半导体 也就是细金源的部分 一个是贵买生意指数 还有一个是被动原件的部分 那我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这个看法 因为股市金流图告诉我的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被动原件 细金源然后生计嘛 所以它的整个金流方式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的操作就是往这个方向去选择 那包括4月20号的时候 还是在生计里面是最大宗嘛 那4月26号的时候 贵买半导体细金源部分还是最大宗嘛 4月27号的时候 市场电子零组件贵买生意 还有贵买半导体嘛 这一些都是市场资金面 告诉我的想法嘛 所以呢当我知道说 整个市场资金的流向的时候 我就不会对行情感到害怕 那我在抓股票的时候 同样的我要去从这一些量 这一些量赚比 告诉我的标的里面去抓嘛 去抓市场上面资金流入量 最大的那一些标的 而且它是真的有资金在买的嘛 比如像说在细金源的部分 我们就是找的最大宗的 就是5483的中美金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呢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5483的中美金 它是不是逆势抗跌 大盘现在是月均线之下 月均线之下 可是呢 同样都是上市贵公司的里面 中美金它却是维持在均线之上 为什么它可以表现得这么强势 因为资金正在买它嘛 资金的量是往它这个方向 在做移动的啊 同样的当你看到贵买生计 有资金在做布局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找我看啊 哪两档股票 这里是不是告诉你了 美食制药跟什么 4147的中欲新药嘛 我说这两档股票就是市场上面 主要的代表 资金的代表 那这些都是流入 去支撑整个整个生计股 可以往上冲的关键因素嘛 那你当然就要买龙头啊 那你可以看到说4147的中欲 中欲现在的表现如何 大盘在跌它有感受到吗 完全没有 因为它是属于上柜的嘛 上柜指数呢 都是靠它在撑 有没有 所以呢 当你知道整个市场资金的流向的时候 你就知道市场的行情方向在哪边 那我告诉大家说 现在的三大主流很简单 被动元件 细晶元 跟生计医疗 那你要去把资金做有效的运用跟分配啊 那你知道说市场的资金流向在这边的时候 你会去买到像这一种的公司吗 你就不会去买风力发电了嘛 你就不会想说 我一定要去买风力发电 因为市场上面大家都在推它 那我有跟你讲过吗 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讲过 你要去买这种股票不是吗 因为我认为说 除了这一些股票 除了资金有在布局外 最重要的是 你还要知道说 它整个产业面的状况嘛 因为如果说 它的产业面的状况 是很快就会发酵的 那当然 你就值得去投资 但是呢 如果说它的产业面呢 是已经有一个利多出境的状况了 那基本上你就要有 你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所以呢操作不是 操作需要 真的需要一个团队的带领啊 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在 我们自己的在选股方面 都不可能有我一个人来做主导 都是一整个团队 大家去集思广益之后 利用各种的数据去做评判跟分析嘛 所以呢你只有去做过评判跟分析之后 用专业的条件去筛选 你才会知道说现在市场上 未来会流行的主流是什么 你们都喜欢看以前的财务报表 然后告诉你说 现在以前他赚多少钱又多少钱 所以呢他应该要值多少钱 其实错了 市场上最重要的关键 你股价会涨最重要的关键 还是在于这间公司的成长率 但是呢这间公司的成长率 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了吗 其实没有 你必须要经过很多的筛选 然后再经过很多的去了解之后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一家公司的成长率有多高 所以呢当行情在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创造出 很亮眼的绩效表现有没有 大盘是不是创下 有史以来最大的跌点 可是我们却可以赚到波段涨幅 来到一倍的获利数字嘛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很简单啊 因为我们知道说 黑暗之中才能看见 最璀璨的流行 行情在大跌的时候 你才能找到未来的明日之星啊 这个口号我讲很久了 可是呢同样在大盘大跌的时候 大盘在拉回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找到 未来的明日之星在哪边吗 你要找的是说 整个大盘资金的方向 往哪边去移动嘛 所以你看到说 今天贵买生意是不是最强的 大盘是在跌的时候 我有跟你讲过嘛 生计医疗绝对是 未来的重点之一嘛 那你可以看到 当你的大方向抓到了 当你的大方向抓对了 你的族群抓对了 基本上你就算选股选错 你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嘛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能够在经济日报里面 在经济日报里面拿下州冠军 拿下目前季赛的领先 那大盘有涨吗 没有涨 真正的强者是有办法在大盘跌的时候 在大环境非常差的时候 还能够创造获利的人 那个才有办法去 带你去取得长期稳健的正报酬嘛 不然的话你的操作方面 一直都是起起伏伏 行情好的时候你可以大赚 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全部都还去 还回去给他 你没有办法去守城 那你怎么有办法再去创造更高的获利 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你要去因应盘式的表现 然后去做你策略上面的改变嘛 所以大盘在跌 我也知道他要跌啊 大盘我也知道这边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说 他跌破月均线的时候 他就是要做一个修正嘛 而且他一定会来到一个什么 极度恐慌的区域啊 当他出现极度恐慌的区域的时候 会告诉你说这边会做盘整 他不会马上走一个V转嘛 但是呢 每一次看到极度恐慌区域的时候 就算他不是绝对低点 也是相对低的位置嘛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操作就是 一步一步来 大方向先帮你做确认 然后现在资金往哪个族群 在做移动 如果你选对了族群的方向的时候 基本上你不会选错股票的啦 包括连6488环球金 我不是跟你讲说矽晶元的部分吗 现在在走强嘛 所以矽晶元包括连环球金的部分 今天也开始创下500块的 又回到500块的价位了是不是 所以整个资金的流向面 你有沒有抓到 那矽晶元的部分 你选对包括3016的家经 今天也是在走高的啊 今天也是在走高啊 所以族群性很重要很重要嘛 当你族群性选对了 你的大方向抓对了 你在配合整个指数上面的策略的表现 那你就可以创造一个稳健的获利嘛 所以呢我们在经济日报上面 有这样子的亮眼表现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 而且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利 再创新的夹击啊 你要找到一个懂产业 一个有技术 又知道市场资金流向的团队 我告诉你市场上就只有我们一个 而且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投资的新典范嘛 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投资新典范 现在行情在拉回 行情在拉回 我认为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在整个法国股市的方面 法国巴黎股市 现在是准备要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是准备要创历史新高的表现 你看得出来这个是空头吗 你会觉得这个是空头吗 如果法国股市它可以这样走 整个欧洲是目前全世界经济最弱势的地方 他们的股价都可以这样上来了 那你认为亚洲市场会不强吗 包括在德国股市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 德国现在已经是站回越军线之上 而且越军线还是翻扬的 所以整个市场的资金面都还是存在的 都还在的 那你可以看说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要去把行情做得这么恐慌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真的是傻傻的跟着像羊群一样 直接跳进去那个陷阱里面 那你真的会受到重伤 同样的当我看到了说 现在最大宗的新台币的走速出现了过高背离 你认为 你认为当这个新台币出现过高背离的时候 资金未来的流向会往哪个方向来做移动 操作一定有一套公式跟方法在做运行 我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对行情要有嗅觉 对危机要有感觉 你对于猎物你要非常的果决 不要再像羊群一样 赶快跟上最强的团队一起操作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下一个阶段由韦旭老师来为大家做服务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定通彩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通财精台 台股直播室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带领会员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声真的感谢 满满的握力 狂胜章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带领会员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声真的感谢满满的握力 狂胜章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我是在指引 比赛我全力以赴 但这些我看了就害怕 要包票吗 帮我承载去 什么